王思宇最恐怖的一场比赛 对手百思不得其解 这球是怎么进的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场中国女兰与希腊的对档 本场比赛中的王思宇贡献了最恐怖的一跳 对手都直接看萌了 本场比赛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比赛来到第二节 场上比分来到16比20 中国队目前落后4分 但中国队在场上的状态非常的好 只见李延强突给到张鲁 张鲁一个中距离跳投 帮助中国队赢得手球 分球分得不错 张鲁好球 希腊被的进攻未过 中国队抢到篮板球 李延带球来到篮下给到施晓印 随后一个三分球进化 成功将比分反超 比赛刚刚开始 中国队就打出一波得分小高场 属于敢打敢拼的球员 李延感觉上 还可以再好好调整一下 比赛时间还有8分钟 两队之间的比分在不断交替上升 中国队打低还是十分的有耐心 石小叶将球给到李延弱 但球依然没有办法打进 最后球传到无人防守的张鲁手边 一个三分球精狂 中国队再次反超比分 场上时间还有7分钟 双方比分来到24平 可以说十分的胶着 只见李延强拖来到篮下给到张鲁 张鲁一个传球给到李月如 再进一球 这一球成功将中国队的战术打出 可以看出中国队的进攻打低 还是十分出色 他也坦言 现在中国女篮 这后背力量的 可选的这个范围非常小 人也很少 所以呢 让更多年轻球员们 在这样的比赛周期 能够有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好球 李延张鲁和李月如 三人三脚配合 场上时间来到4分钟 此时的希腊队 暂时领先中国队两分 但中国队在身后依然是奋起直追 但希腊队也是有备而来 在无人防守的大空位 再投一个三分球 将比分拉开 但中国队很快再进一球 已是回忆 比赛时间来到2分钟 双方在赛场上还是十分的胶着 此时的希腊队进攻未攻 王思宇突然一个高跳将球抢转 这一跳对手直接蒙了 毕竟王思宇跳的还是非常的高 中国队带球来到篮下 但希腊队的高压防守 让中国队的进攻很难打击 最终希腊犯规 送张乌上罚球鞋 比赛时间还有一分钟 中国队虽然比分暂时落后 但是防守还是十分的强 希腊的进攻很难打击 很快来到中国队的进攻 只见李悦如将球给到杨立维 杨立维一个传球给到王思宇 王思宇三分命中 中国队将比分反超一分 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分钟以内 希腊队迎来进攻 可以看出希腊队非常想拿到本场比赛 但由于李悦如的犯规 送对方上罚球鞋 最后的29秒中国队最后一个进攻 此时的中国队打的十分有耐心 但很遗憾中国队进攻没有打击 最后的3.8秒 王思宇成功强断比赛结束 我还是会看出希腊队的 就算是让希腊队 就是为了